从空中俯瞰玉璃 塔里木河是一条色彩的分割线 河流一边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茫茫千里 另一边 罗布纳尔绿洲生机盎然 横根在两种景观之间的 则是一种被称为胡杨的特殊植物 胡杨是唯一能在沙漠中生长的桥木 塔深入地下的发达根系 抵御着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对绿洲的吞噬 在玉璃县 东西长520千米 南北宽240千米的胡杨林 是守护家园的最后一道防线 爱丽面前的这条水渠 是塔里木河生态输水项目的重要分支 2001年 总投资超过107亿元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正式实施 通过开发生态输水渠 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等措施 让活水重新流进干涸的河道 也让塔里木河两岸的植被逐步恢复 如今 总计约20次的大规模输水 彻底结束了塔里木河下游连续断流的历史 越来越多的胡杨从死亡边缘复苏 重换生机 走进今天的胡杨林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在老胡杨树的根部 新生的根涅苗正在发芽 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形成次生胡杨林 接力守护脚下的绿洲 而新一代胡林人也踏上了独自巡逻的旅途 继续完成保护胡杨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علي negócio